叶罗莉冰莲花,白光莹是不是真心想辅佐唐尊,请公主一看便知。 精灵梦叶罗莉翻外冰莲花的播出,让我们在等待叶罗莉第九季的漫长时光中多了些许安慰,同时我们也能从这里看到更多自己喜爱的仙子们的虔诚往事,这次盛夏和大家共同来说说叶罗莉冰莲花中的剧情小细节。 那就是在灵溪格竞选中,先进力量雷电尊者唐尊带着光仙子来抢夺灵溪格之位,但白光莹是不是真心想辅佐唐尊,只有秦公主一看便知,她的神兽小兔子最了解状况,光仙子还是如此让人心疼啊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冰莲花的剧情从冰公主则梦公主的前尘恩怨,把时光追溯到了上一届的灵溪格竞选,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心境力量雷电尊者唐尊第一次上位前的样子,她带着唤醒的光仙子来光影。 一身新的契约造型亮相,很多伙伴看到此时的庞尊自大口傲,但更在意的是她身后漠然无语的白光影,和庞尊一样的眼神,一样的动作,对庞尊言听计从,真真切切成了她的影子,成了她的附属影。 如果不是我们知道过去的白光影如此期待自由的独白,或许真的就以为她是心甘情愿辅佐唐尊的仙子了,作为只能在沉睡时期被唤醒的叶罗莉,无人知晓她真正的心意,但是在秦公主这里。 光仙子的真正意图却能被真正掌握,人如其名,秦公主在仙境掌管着情绪,了解人的心思,她可以把人当时的能量转化成糖果,当她轻松让光仙子睡着的时候,所收集到的那颗红色宝石糖,只是让她看到都觉得太不美丽了。 所以,她把那颗糖从自己的宝石盒子里丢掉了,而自己最爱吃糖的神兽小兔子,本来以为是颗甜蜜的糖果,结果吃了这颗愤怒情绪转化的宝石糖,苦涩的差点都嗨了。 这就可见情绪带给任何事物的影响有多大了。 从性格上看情公主有些大大咧咧,和表面上风轻云淡的言觉有些相似,她们知晓事物的本质,作为明眼人一看就穿,只是用最漫护惊心的语气表达着仙境中的不公,而光仙子的快乐也只在一人身上体现过。 在这次白光迎跟随唐尊出现之后,西藤光仙子的人更多了,因为光属性魔法的强大力量,在叶罗利仙境经历过被无数人唤醒之后,光仙子依旧没有得到称心如意的主人。 因为他们得到她只是因为她的强大和力量,美貌和服从,她没有可以选择的权利,但是在人类世界,高太明给了她自由,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,做自己想做的事,真心为了对方。 所以你会看到白光迎是第一次笑着真心缔结契约的。 回想旁尊在梅亭轩根源神形态不被控制的白光迎说,那昔日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美好的,但是对白光迎来说真的只有痛苦吗? 当时的光仙子甚至连犹豫都没有犹豫,说出了那句似的。 毕竟没有谁愿意被人控制,成为别人的影子,而现在的旁尊在经历了与人类的纠葛之后,也开始做出了些许的改变。 并用自己作为前任的力量救助了她的现任主人高太明,似乎也逐渐在明白真心陪伴这一点的重要性,不知道你对这时的旁领组合有什么看法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